在《八觀再見》你們有沒有看到一條叫做不隱喻? 有沒有看到? 有 OK 這是第二段 不殺身、不拖道、不隱喻 有人說這個不隱喻跟我們五界不一樣 五界是不邪癮 在這一條就是連那個陣營的關係 就是夫妻那種陣營的關係都不允許的 因為這一條的用意就是告訴我們 因為你們發現要修清淨心 既然要修清淨心 那你要鎖定佛的規律、佛的絕律 下面會跟大家說明 那今天如果我們有家庭的 我今天要瘦八觀再見 尤其是六災日我要發瘦八觀再見 你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先生先溝通啊 溝通一下 這個不隱喻 因為怕三更半夜會翻車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三更半夜會翻車啊 翻車的意思會忘掉了啦 一大堆會產生一些矛盾、衝突 所以溝通好 這個很重要的 有些老夫老妻啦 沒關係啦 但是有些我們年輕人的需要這些 溝通一下 我今天要說八觀再見喔 我們分開一下 一天而已 溝通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先生跟你一個臉色看 你就麻煩了 你受不了了 溝通一下 要不然三更半夜會變動的 會變動 盡量分開 分開 那如果今天我的家庭貧窮 只有一個房間 那怎麼辦啊 有些人生活很貧窮啊 但是我要受八觀再見啊 那怎麼辦 所以我說心溝通 能夠一個睡在上面 一個睡在下面 好好溝通 這樣 其他的事啊 偶依大師裡面內容 有說明很清楚 你可以去學習 然後呢 我們來講一講 為什麼佛會開這個法門呢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等一下 聖總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會開這個法門 八觀再見 尤其我們鏡中啊 如果打佛妻啊 最理想的是什麼 就是再加上這個八觀再見 為什麼呢 因為你每天在念佛堂念佛啊 你哪有時間去造業講話這些呢 所以最理想的 尤其呢 這個八觀再見的時間很短 只有一日一夜 但是這一日一夜的功德太大了 你看十三頁刀經裡面告訴我們 你能夠持戒 災戒 清淨八觀再見 一日一夜的功德 你將來能夠避免 躲在三二道 告訴大家 三二道容易進去 不容易出來啊 真的很苦的啊 你去地藏經裡看一看 地藏腐朔怎麼形容三二道的 它只是一種概略而說的啊 如果要詳細來講 五亮節以來都是想不完的地獄的狀況 三二道一進去 容易不容易出來 所以為什麼 我們釋迦牟尼佛在《大成經》裡面 人一度三土五 五千劫 西洋五千劫的時間才能夠出來 你說有多長的時間 很長 所以人有多大的糊塗啊 也不要糊塗到三二道去 起碼不要到那邊去 要記得這件事